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雖金融 我是鮑冰 我是雲水 今天我們講一下多些正經的話題 首先我們講一下我們偉大祖國 貴州這個人結地靈的地方 不過這個地方政府看來就債台高速 差一萬億 然後就向我們偉大的中央求助 就說自己已經無能力化解這個債務 是啊 是什麼事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得到的資料 都是一些新聞上的資料 因為我們偉大的祖國 對於一些信息的傳遞 其實都不是那麼開放的 所以我們得到的資料都不是太多 所以都只能夠把某些的推理和觀察整合一下 希望可以建構一個分析框架給大家 沒有答案的 純粹一個框架 現在貴州就說他有萬億的債務 貴州這個地方坦白說我沒有去過 我想我此生都應該沒什麼機會去到 如果貴州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他在哪裡都不重要 但是貴州大家的理解就一定不是一線的地方 二線都貴州的 其實是一個三四線的地方 重慶下面 沒錯 其實不是一個發展得很好的地方 但是應該有很多歷史的東西看 貴州只有一個出名就是茅台 貴州茅台是很有名的 貴州茅台甚至是和中移動的市值叮當碼頭 中移動大家一定聽過 就是我們祖國其中一間最厲害的電訊公司 而貴州茅台是和中移動的市值叮當碼頭 除了這件事之外 貴州基本上也不太能夠提出 在雷聞的界別 能夠提出有什麼很重要的地方 至於說到實際的經濟效益也不太大 這就是由被報道出來的新聞 就是貴州準備去爆發 我覺得有幾個階段去看 第一 我們可以看看貴州的經濟活動是在做什麼 乃至於出現到今天準備要爆爆的狀況 第二 我們可以想一下 就是當貴州真的爆爆的時候 是會怎樣呢 就是爆爆這個概念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呢 第三 就是它爆爆關我什麼事 因為我在香港 廣東省 我們是大灣區 貴州不是大灣區 貴州爆爆會不會燒到我們 其實可以有幾個階段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先說回第一個階段 我對貴州的理解當然是貴州茅台 而貴州茅台曾經當然是很高經濟產量 因為在這個習近平主席未上場之前 在這個胡溫階段的統治之下 是有很多的所謂貪污活動 或者我們另一個名叫做三公消費 簡單來說就是一些官員 可以不停地去控制工數 去自肥 用工數去吃好西 溝女 玩等等 因為他們的考核KPI 是經濟政策 然後很多商人都為了 拱落這些幹部 可能當中有很多的茅台酒 大家經常喝到慶高彩 你就談成了一宗生意 又或者某些批文上面 就開綠燈 這些狀態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會有一個 既定的印象 所以貴州曾經透過茅台 是產生了很大的經濟產能出來 現在茅台就進化了 就不是說只是成為一種消耗品 甚至乎走進了另一個階段 就變成了一些奢侈品的感覺 有些人是很自豪的 自己家裡有些幾多年幾多年 或者哪一個產地很特別特色的茅台 有些像紅酒或者威士忌 開始專業化了 所以它走進了一個普遍性的消費層次 就慢慢變成了一個高端的優惠 而貴州茅台的公司也是水漲船高 我覺得幾年前有宗新聞也挺有趣 就是貴州政府用一個很粗撥的方法 就拿了貴州茅台5%的股份 那是沒有的 純粹是理解做愧贈 總之市政府就一定要拿來5%的股份 我昨天就去檢查股東構成 5%的股份大概脫掉了0.25% 那也還有4.5% 所以我們也可以延伸解答第二個問題 就是當貴州真是資不抵債 爆破產的時候 政府可以拿它的股份抵押 賣掉它或者股貨套現 應該都可以還到部分債務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退休 而貴州除了成產茅台之外 以前它是一個資料中心的基地 Apple曾經有一個資料中心 擺放在貴州 資料中心的行業 簡單來說就是收集業務 因為有一個資料中心 現在大部分的方法公司都會找資料中心 即是Facebook也好 Amazon也好 譬如當我們開過網頁 我們開過網頁 我們不會再在辦公室製作網路 我記得以前看這個獨立媒體 經常說會被人到辦公室製作網頁 現在沒有了 現在全部都是雲端 雲端其實是寄賣了那些科網公司 你都是要給陀地 是一個租金 你是用別人的雲端的伺服 別人的伺服放在哪裏 就是放在資料中心 以前Apple或科網公司 有些資料中心 都是放在貴州那裏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你沒有太多經濟產能的時候 就要建這些東西 放在伺服器 放在伺服器 其實你不需要有太多的配套 你不是建一個廠 又要兼顧環保 又要兼顧什麼牌污 你不是那麼複雜 你的資料中心就是一個資料中心 即你有地就做到 即將軍澳都有資料中心 很多資料中心 所以基本上這個模式很簡單 貴州如果不是一個很密產豐富的地方 只有一塊難地 就最適合做這些事情 但這幾年 資料中心這個行業都撤出了 因為中美關係變弱 美國的公司 你都不夠僵 再將資料中心 這麼重要的戰略資源 就放在中國那裏 而中國亦都不太歡迎 這些外國公司 繼續在這裏做生意 所以這些資料中心的業務 都沒有鬼賣了 剩下什麼業務呢 就是全中國都會做的業務 就是房地產業務 而全國的省 它通常幾個概念 都是連接合的 鬼城 地方債 遮瑕資金融 其實三樣東西是三為一體的 但你在看這三個概念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是一體性的 他批發地給發展商 發展商問銀行拿融資蓋房子 蓋房子就預期賣出去 發展商又賺錢 政府又賺地價 概念有點像香港 香港為何我們有這麼強勁的財政儲備 現在還有8千多億 不計外匯儲備有4萬多億 財政儲備也有8千多億 我們每年賣地 地價升 賣地 政府就賺到錢 賣地給發展商 發展商就問銀行拿融資蓋房子 蓋房子後再賣給我們一般的上車族 或者星斗市民 炒高樓價 這是一個生態的圈 香港是這樣的 內地也是這樣的 而內地是說的 為何會有很大的地方債 地方債的原因是因為 你有很多商業活動 你都要透過債務才可以去做到 而最大部份的商業活動 往往都是跟樓是相關的 樓是相關的 這就是那件事 然後呢 也更複雜一點 市政府也要運行政府 香港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很難有這樣的想像 香港基本上沒有發債 最近的財政預算 他說香港現在的發債比率 是少於5% 我忘記了實數 很少 類似4% 但那些債是一些交債 是貨分的 是貨分 即是I-Bond Green-Bond 那些暗鉤分 當是派錢 他當派錢給中產 其實根本他都不需要那個錢去集資 總之 你Green-Bond 就是因為這陣子 世界喜歡吹ESG 就印一隻Green-Bond給你 I-Bond就當派錢 或者銀發債券 就當是社交責任的債券 也有社交責任的東西 即是銀債、陸債、I-Bond 其實是一些交債 真的跟政府的財政 是不夠錢有關 但大陸不是的 大陸的政府 你要運行它 要保持它 你要發債 你發債 你最後認購那些債券的人 很大機會又是那些房地產的公司 所以大家變成一個 互利的利益共同體 然後你的房子 如果真的能蓋到的話 其實大家是可以有一個外出的方法 你蓋好了 然後有人賣的話 你最後就找了一些星斗市民去接貨 你整個遊戲 雖然有很多複雜的利益關係 但最後都會有一個音樂耳的人 就是一些房地產的買家 他可以幫你頂住整個雞排 但問題就是 你房子真的蓋了很多 然後你透過那些房子 去捉那個GDP 去捉那個產值 但到最後真的沒有人賣 那就變成鬼城 當那些房子蓋了出來 沒有人賣的話 你發現 原來當初我批了一些地 然後你就按了那些地去借錢 之後那些錢你又還不到 我還不到 然後又發現 那個政府又不夠GDP 不夠GDP 之後你買了那些地方債的債主 他們可能又要寫貸 債又要寫貸 變成了一個體系的東西 那這種這樣透過房地產 震益 地方債 鬼城 其實是同一套的概念 因為是一個系統 它只不過是不同的面向 去看同一個系統的面向 而這個透過捉地方債 例如蓋房子 去捕GDP的模式 是玩了幾十年 基本上每一個省市都是這樣做的 關鍵就是在於它做的比例有多少 譬如深圳的 它做的比例就比較小 因為深圳是科技 它有科技這件事 去頂住整個GDP的體量的時候 那你就不用做那麼多房地產的東西 但是你去到二、三線城市的話 你要跑GDP的KPI 那個官員要跑業績的時候 你又沒有很強勁的天然資源 你又沒有很強勁的發展的基礎 又或者你又不是那些什麼 物聯網基地 或者是科技的基地 那你就唯有走回最簡單的模式 就是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房地產 但是你建了房子出來 又沒有人接 那結果就出現了一個 過渡的東西 而那個過渡背後 就是因為牽涉很多隱形的債務 去借錢 那裡又借 就是Shadow Banking的原因 Shadow Banking的Shadow 就是有些債務是隱藏的 基本上這個就是 每一個省份都面對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那在貴州就特別明顯 終於就爆了出來 但是他們的債務方法很簡單 就是他們向下收割就沒有了錢 就是不會搞到共產黨 其實你是可以切割某些債務的 我記得幾年前也有幾家國企 不知道是青海還是有幾家國企 我當初發債 發了一些債券給你 你是債主認購了我是債仔 我就直接違約 或者不違約的話 就只有一半 這些其實都是解決債務的方法 這些解決債務的做法 是常見的 簡單來說就是債務重組 就是跟債主談一個債券的方案 例如說某一個小政棍 他現在都欠人很多錢 我今天都說了給你聽 就是我認識一個人欠了100萬 原來有另一個神秘的商人 都借了200萬給他 他還不到 那如果真的要跟他談一個還款方案的話 一定是債券的 就是你一定是削債 如果回到地方政府的層面 其實你要做債務重組 你都是牽涉到一個條件 第一件事就是削債 這個削債你也是預期 假如爆煲之後 一定會出現的一件事 就是當初那些地方債的認購人 很大機會都收不回全數 這個你是預期會發生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 始終威權國家 它比起民主政體 是可以有很多很方便的行政措施 很彈性 沒錯 它有些東西可以大石砸死蟹 如果你去到其他西方世界的國家 就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你可以不認購 我就不認購 但這件事 你民主的國家是不行的 就算譬如 我有研究過幾個政體爆煲 這兩年最有名爆煲的政體 就是斯里顏卡 一帶一路其中一個核心的國家 它爆煲 它都是要向IMF 或者向World Bank去求助 就是現在聯合國政府的體系 裡面的兩個主要機構 而這兩個主要機構 它都一定是有一個要點的 就是你主權不可以違約 它才願意去借錢給你 但是你在我們這個偉大的祖國 我們是一黨體制 你其中一個省份違約的話 我們是違約就違約 不用卸你 違約就違約不用卸你 但是這就是一個普通政體 和一個威權政體之間的差異 一萬億來講 是真的算很大的 我有比較幾個例子 譬如十年前 美國都試過有一個城市是爆煲的 就是底德律 德律 它以前是一個汽車城市 但是美國造車 慢慢你又發現 要不就電動車 Tesla 要不就歐洲他們造的那個車的技術 是比美國好 慢慢的汽車城市就爆煲 那它爆煲怎麼解決呢 其實它的爆煲是很小的 體量是百多億左右的範疇 這是萬多億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的爆煲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 第一 它是問其他的州份借錢 我覺得這種做法 在貴州那裏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參考 就是貴州會問其他沿岸的省份去借錢 做一個短期的融資 第二 就是削債 就是債債就不還 有一部分就是削 第三 就是要變賣你現在的州內 剩下的資產 那時候很有趣 譬如底特律 底特律是怎樣解決破產的危機呢 其中一個就是 底特律有一個藝術館 他就拿了藝術品去拍賣 但是反過來 然後有些機械就說 那些藝術品很值錢 不如你不要拍賣 我借錢給你 但是你要保住藝術品 有一個這樣的交易 他做出來的 挺有趣的 然後底特律也問了一些藝術品去借錢 如果我沒有記錯 巴克里斯是有借錢給他 就是巴克內銀行 但是回到貴州 如果你要問一些所謂機構的借錢 可能就是四大銀行 建行 工行 那些東西去借給你 這個可能你也是預期會發生的一個路徑 你怎樣借萬億 還有萬億 我想萬億不是一次過到期違約的 可能萬億是第一期違約的可能是幾千億 那幾千億就先頂住 然後慢慢再去搞 然後另一個也曾經破產的國家就是冰島 2008年的時候破產的 那他們就是有維京人的那種民族性 到最後他們怎樣復原呢 他也是有問IMF去借錢的 然後他是大力發展旅遊業 譬如你那些叫做什麼 Game of Thrones 還是什麼 Fora 經常都在冰島拍攝那些 雷神的場面 那裡沒有冰島拍攝 或者那些叫做什麼 什麼Interstellar那些 整個假裝外星都在找冰島 原來這些場景 其實有很多人去獵奇 巧合的 所以冰島 他最後的經濟是透過旅遊業 是真的帶得起的 可能未來貴州 他有機會無端端會變成了一個旅遊城市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旅遊去 又去做一個寸BA 即是Anyway 可能有那些做幾套戲 可能是戰狼在貴州 然後大家去考一下戰狼 或者是長春湖 流浪地球 那些村BA真的在貴州 村BA本身是在貴州 我真的不懂這些 村BA 就是貴州搞NBA 但人家NBA是美國的 他們是村搞的 這麼有趣 OK 那可能就搞這些民喻活動 帶起經濟 我看到他這個一萬億 然後都是割韭菜的節奏 都不會搞到上面 都是下面的 欠了錢 說不能賺到鎖狗 可能有些公司倒閉 那些人回不了工 我就想起前陣子 不是說那些植物有叫聲 如果沒有水 就是會叫的 現在我們可以聽到 是可以聽到嗎 那些韭菜有叫 笑了 笑了 就是這樣 好 我們說完貴州這個 貴州大致上就是 你可以試到 他破產之後 他怎樣會重組 都是這幾種方案 我剛才說的那幾個 例如斯里蘭卡 美國的底特律 又或者是冰島 其實他都是用一種 你想像得到 或者都是會合理的方法 去解決 但是我覺得回到中國 就會更加之 有一些令你意想不到的方法去解決 就是因為 始終我們是一個威權體制 威權體制 其實其中一件事 就是行政是有效的 很多事情的決策 是可以不用說 協商 說要做就要做 又不用過什麼議會 什麼都不用過 所以我覺得可能 他的債是大的 但是基本上是會解決得到 但是當然是會有人 是會輸 這個都預期 最重要是共產黨 然後對於香港的影響 其實都不算太大 因為都隔太遠 沒有什麼相貿來往 沒有太多相貿的來往 大家看看你們淘寶開的那間廠 是不是在貴州 我不知道 或者可能 哄某些港商去貴州發展 可能哄他們發展 以前我記得 很小的時候 我們十歲的時候 有一個名字叫做 西部大開發 就是哄香港的 英東 叫做李嘉誠 叫做整班香港有錢 就去發展中國的西部 可能到時候會有另一個 類似西部大開發的 一個大額的商人 哄你投資的一個項目 去重建 我覺得這個都 有機會發生 可能到時候那些地 真的很便宜 你肯放錢的話 他都願意讓你發展 但是就看你 信不信那個故事 因為始終 是一個有機會爆煲 或者到他爆煲的時候 你去參與那個重建計劃 應該都會有些難度 未必是一個 以發展的 一個經濟體的狀態 所以我想到時候 就再拭目以待 好 然後呢 我們講下一個 這個 都是水哥告訴我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還有我也不知道 做什麼鬼 這間很搞笑的名字 這個主席等累子 指簽月動市2.6億 證監凍結主席及執行董事等帳戶尋求賠償 話說就是有一間手機遊戲的股票 叫做指簽月動 沒錯 應該都是大陸的 大陸的股票 也是小的股票 它現在的市值不足5億 這一刻 我相信都不會突然爆升 這是什麼事呢 2.6億 我講一講這件事 我盡量用人話去講 因為這些東西是牽涉到法律 或者執法 或者去到金融一個技術的層面 通常都比較重厚未難消化 第一就是那些條例比較難 第二就是因為涉及執法 執法它用的字很精進 通常不是一般人溝通會用的字眼 簡單來講 就有一間上市公司叫做指簽 指簽裡面有兩個大股東兼董事 他們在這間公司裡面做錯了一個投資的決定 大概是投資了2.5億左右的錢 2.1億至2.5億 即2億以上的錢 就去買了某一間公司的債券 它是叫做票局 但是你可以理解成債券 然後那間公司最後那個債券是公司的 就完全賣不到錢 結果公司就沒有了2億多 然後證監就用了這個證券及期貨條例214條 這條條例就去判斷這兩個董事兼股東 就是說你當初那間公司做錯了 一個決定令公司輸了2億 所以你們兩個人要還錢給公司 這是第一點 就是你做錯失業決定要還錢給公司 第二就是你們的股票戶口全部都會被我凍結 證監出了一個限制通知書 給三間行 這三間行就是這兩個被懲罰的股東兼董事 裡面的股票戶口持有的那三間行 總之那些股票是限制出售 不准沽 這件事我們是怎樣解讀呢 第一件事就是其實都很瘋 可能對於大家來說公共性就不太大 但是你可以在想像中就是 你幫公司打工賣命 然後假如公司因為你的決定輸了錢 通常就是忍舊辭職的 這是很期望的 但是現在不是說忍舊辭職 而是你要賠錢給公司 這件事是有點顛覆了我們行內人的三觀 當然行外的人可能會覺得 很合理 那你累到公司輸錢你就賠錢給公司 但是商業世界不是這樣運作 譬如現在ViuTV 他是第四年才賺錢 第五年才賺錢 那你沒來頭過一二三年輸錢的時候 你又入了老輝數 然後叫老輝偶回一份薪金 不僅僅 他還要偶回他輸的幾億出來 他還要給李澤佳 你沒理由這樣 你不會這樣去做 這就是有點違反了一個正常的商業邏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如果你做錯了一個投資決定 是要你揹回一條數 其實對於董事的責任是過大的 我給你一個例子 當然你聽到可能會握手稱慶 就是TVB 大家都知道他輸了星尾債券 輸了近十億 如果你因為做錯的投資決定 你是要令董事要賠錢的話 那黎瑞剛就一定要賠10億給TVB 即是不合理的 沒理由這樣 但可能黃絲聽到 但如果你回到商業世界的邏輯來說 是不合理的 即是你打工的 除非你證明到我是有詐騙或欺詐公司 即是我是一個董事 是為了不合理的 即是沒有做到我的董事受信責任 即是沒有用這個責任的 去做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沒理由你打工是要賠錢的 這個不合理 但這個案例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他做了一個投資決定 他是要賠錢的 那回到TVB的例子 就是星尾債券 那筆錢都輸了 你連尋暉都找不到 即是星尾債的老闆都找不到 黎稅公司你應該要賠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國泰每一年 他都做那些燃幼隊 充輸幾十億 甚至乎輸百多億 捉回泰古所有的董事出來 全部要賠錢 私人的口袋賠錢到公司 忠信泰富 姓榮那一家 你那時候輸的那些奢供者 全部都要吐出來 但你想想是不合理的 那件事就是你投資 如果你做對了投資決定 公司賺了錢的話 你的股價便自然會升 你的股東便賺到錢 水漲船高 如果你真的做錯投資決定的話 股價便會跌 你的股東不信任何公司 或者不信任何團隊 他便會沽貨 但其實你是不需要這樣去懲罰 那個股東兼董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值得思考的位置 這個就是應不應該懲罰 你應該有一個框架去思考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 就是因為214這條條例 是曾經用過的 即是他在279這間公司用過 但不是這樣用的 但結果他放大了來用 結果董事要賠錢給公司 第二個位置就是 他限制了那兩個被懲罰的股東兼董事 去沽股票 即是這件事是幾誇張 即是他凍結了別人的戶口 不讓別人沽股票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他現在 即是現在SFC叫他們 還回兩億去給公司 而現在這間公司 市值就是兩億 即是很大機會 那兩個股東兼董事 他要籌那兩億的話 他只有一個方法 他就要賣股票 或者賣殼賣盤給人 他才可以籌到這兩億 但你一賣股票 是會股價動蕩的 所以SFC就怕他們 真的一次過把手上 那五十幾六十個百分比 左右的股票一次過沽出街 沽爆整個市場 沽到太動蕩了 所以他就禁止了他的戶口 但你反過來就是 你真的逼死他了 你叫他還錢 這件事都已經要斟酌 第二就是 他本身有支撐 他可以在市場出售 去籌錢還給你 你也不讓他還 他不知在哪裏籌期 所以這件事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當然這件事是很技術性的 而且裡面有很多 你聽我說 我特別不用很技術的字眼 去跟大家說 我就用到好像是一些 應不應該 好像有些倫理道德的 商業世界探討 去講這件事 即是講商業倫理 講商業道德 其實本身就是因為 只有從這個角度 我才可以把一個很複雜的故事 講到黎聞都聽得明白 只有這件事 應不應該呢 就你兩看 當然在我Patreon那裏 我給了一個更加好的答案 就是因為 為何證監如我這樣做 你要想回監管的邏輯 為何他要限制他們去顧顧 也背後有一個邏輯 當然裡面是一些行內人 才會明白幾個監管的核心 這裡我留下絕密的秘密武器 就放在我Patreon那裏 才講出來 但是我覺得拋了一個 開門問問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這些金融的狀況 都是有趣的 但是現在變相做董事 很大壓力 你做錯一個投資的決定 就被人翻本 但當然他為何這樣做 背後有一個邏輯 那邏輯我就不講 我就留在Patreon那裏才講 所以就讓大家訂閱我 大致上的故事是這樣的 很複雜 但是我希望 大家看到我們節目 都是想增長知識 我沒理由 就好像普通的黃絲評論員 總之香港就爆了 這些不是評論 我都覺得你現在很流行 哲學團體要做哲學普及 我們金融團體 我們要做一些金融普及的事 金普 我們是金普 金普是甚麼 喪普的朋友 哲學普及是哲普 金普 經濟普及 現在大家喜歡普及 我便會普及一些東西給大家 都當作做一些社會責任 懶惰是東西 經普 經普都可以 是 普經的朋友 很難 好 扔你下山 要推下山 好今集差不多 好 大家如果想看我們的後續 威力加強版 就加入水哥Patreon 還有你的Patreon 都可以聽到同一條聲 沒錯 就是這樣 下條片見 拜拜